具体的是,根据Agata 2024年4月份的搜索数据,马来西亚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89% 日本排名第二,较去年同期增长71% 而越南就排名第三,欧洲游客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66% 2024年越南旅游搜索量的增加表明越南对欧洲游客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选择越南作为暑期度假目的地 2024年4月份,越南旅游搜索量最高的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西班牙 与此同时,越南最受欧洲游客追捧的三个目的地是胡志明市、惠安和牙庄 因为这三个旅游目的地拥有休闲、冒险和文化等多元化旅游产品 对于想要充分享受越南漫长暑假的游客来说 这三个目的地也是理想的选择 此外,随着欧洲夏季的临近 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旅游目的地不仅成为欧洲以外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而且还出现了强劲的增长 2024年4月份,欧洲游客在今年夏天的亚洲旅行行程的住宿搜索量增长了5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